蔡天凤案经过网上的发酵之后 整个事情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简单说就是谋财害命 但作案的手法让人无法理解 再加上蔡天凤本人在香港的当地的知名度很高 发生这样的事情自然有很多的关注度 有意思的是 蔡宇进来的嫌犯也是多了起来 除了几个职业动手人之外 甚至还有蔡天凤的前公公的情人 据知情人称 这个情妇其实是知情的 但为什么没有向警方报告还有待证实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个情妇也是为了钱参与的进来 但仍然想不到的是 为了钱 前夫一家的想法还不止这些呢 他们甚至还想对蔡天凤的孩子动手 在前夫一家看来 蔡天凤虽然给了他们金元 但根本原因是 他把孩子留在了前夫家 这两个孩子其实是拖累 按照香港的法律规定 如果蔡天凤走失 七年没有踪影 那么过户到公公名下的那套豪宅 自动就由公公继承了 只不过蔡天凤的遗产 小朋友也是有继承权的 所以说为了百分之百的继承女方的遗产 嫌犯也是会对小孩子下手的 虽然手段和方法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幸运的是 这件事马上被警方破获了 小朋友才躲过一劫 否则蔡天凤被处理完毕之后 小朋友真的是凶多吉少 这里就不得不夸下香港警方了 当年的哈洛K提案 虽然被定性为误杀 但三人均被判了终身监禁 已经是最高刑罚了 因为香港是没有死刑的 幸亏警方赶在被毁掉DNA之前 发现了案发场所 如果警方只是当作普通的失踪案 普通的民事纠纷不与立案 靠被害人家属自己寻找 监控录像而去找到案发地点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可见法官判案要依据一罪从无 警方还要本着高度负责 方能彰显法律的公正性 虽然都是钱财惹的货 但自古以来 酒色财气 也有几个人能看得透 曾广贤文曾说 求财恨不多 财多 伤人挤 磨刀恨不利 刀利 伤人指 而从嫌犯的做法上来看 真的是策划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甚至连怎么搓罪都想好了 但那个时候 DNA技术还不行 可能检测不出来 南方的公公 还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思想里 以为检测不出来 就可以溜着大吉 现在就不一样了 肉煮熟了 骨头还能测出来 有些陈年就爱 即便剩骨头了 也能测得出来 正所谓贪心不足 蛇吞象 防人之心不可无 已经离婚了 就一定要划清界限 特别是在金钱上 更是如此 与狼共舞的结果 能想象得到哦